体验竞速快感的卡丁车 近年来在大陆非常流行 也成为赛车手的热门创业项目 像是在福建举办的这场比赛 是以俱乐部车队形式进行的专业赛事 也是大陆最顶尖的卡丁车赛事之一 每一年在各地举办了分战赛 台湾选手也特地跨海参加 裁判一声哨响回动绿旗赛车入场 经过一圈的排序后 加速冲过赛道起点 紧张刺激的赛车比赛登场 这场大陆卡丁车俱乐部邀请赛 来自各地的八个俱乐部 共三十多名车手奖主奖杯 让这里的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 赛车手风采 再检查一下发动机的运作是否正常 他们其实听一声也可以听得出来 卡丁车是各项赛车的基础 比赛采用通用发动机 更考验技师对赛车的调整 和车手的技术 许多F1方程式的赛车手 都是从卡丁车开始一步一步升级 就主要是训练一个驾驭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你说你车手有多厉害 你要说卡丁车都开不了的话 那都不能算是个车手 赛车运动充满魅力 让赵子辉一世就爱上 他从一名企业家 逐步转型成为职业赛车手 还经营了一家卡丁车赛车俱乐部 经常带队到各地参加比赛 曾经获得四次全国冠军 两次全大陆卡丁车俱乐部杯 年度车队冠军 他给你体会到的乐趣呢 是其他运动是没办法感受到了 因为他准备比赛准备发生那种刺激 那种心跳 真的是很多其他运动是感受不到 拍下可以吧 拍下前两个 前四圈可以后面就掉了 是 正在认真讨论车况的 是来自台湾的高明晴 和他的儿子高玉凯 高明晴在重庆工作 因为爱好成为卡丁车手 一有机会就到处参加比赛 特区就是追求这个 对时间上的一个突破 那可能就是那0.1秒 你可能就可以兴奋着一整天 随着儿子年纪渐长 逐渐展现出在赛车方面的天赋 高明晴将重心转移到 培养儿子的兴趣 他有这个能力 有实力 我们就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他算是一个蛮 蛮高消费的一个活动 可是我觉得真的对于小朋友的成长 各方面的力量是 花这个钱是很值得的 我觉得这也是迫使我去 更努力去赚到钱来支援他的一个动力 想要成为顶尖车手 得从基础开始 对于赛车场也是一样 这个赛车场第一次举办俱乐部的赛事 从无到有打造场地 挺好的啊 就是整个场地建的也很漂亮也很好 然后规格也很高 硬件各方面都很好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路线 你只需要向自己的限制 它是比较控制 保持它稳定和容易 它非常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 主办单位希望 未来能寻回更多城市 举办赛事 让赛车运动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中 所有的赛车场都希望 这个车手是从自己赛车场出来的 我觉得呢 咱们这个赛车场 现在基础设施非常棒 然后呢我们的环境非常好 现在有很多的车队的 就是附近的一些车队 他们也在计划把车队搬到 他们这个寒冷车场来 长期在这里培训和训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大陆赛事产业加速成长 借着一次次比赛训练 未来的F1赛车手 也许就在其中 周周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